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十招聚焦》 我们在星期四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会上拿出了几段视频 最长的一段大概三分多钟 其实我们分享了两段 还有两段 还有两段本来我想等文字来 因为他用很多 在我听起来我就觉得有点费劲 他真正指责的是全球主义 指责了全球主义 指责了真正的虚假的保守派 实际这些东西都在摧毁着美国 摧毁着具体的国家 这个概念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也分享过 所以是在他星期四晚上披露这段视频之后 到了星期五 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件事情 福克斯就接到了 接到故意的泄密 所以真正川普要被审理 要被泄密的东西呢 我以为跟这段视频有关 而这段内容呢 在美国的媒体当中 没有人登 包括保守派内 保守派的媒体也没有登 没有把他的文字稿拿出来 所以也没有文字稿拿出来 也没有人去评论 就故意想让这件事情溜掉 但是在我个人的眼睛里看到的 我以为呢 可能是这段东西呢 就引起了真正的 就是一种 引起了真正的一种作用 只能这么说吧 他是一个 并不是说 布拉格那个 那个曼哈顿检察官 是因为这个才去指责他 不是 而是呢 布拉格检察官 作为检察官 他的办公室 就是为了迫害川普 但是呢 川普的这一段视频 就激化了他们 要攻击川普 而且故意泄密 故意泄密 那因为到现在 并没有 法院跟检察官办公室 并没有发出逮捕令 到现在逮捕令并没有出来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大家知道前后 那结果 结果在 俄罗斯的这个 媒体当中呢 他就蹬出来 美国是对西方文明 最大的威胁 他说不是 中共国 也不是这个 俄罗斯 这是川普自己讲的 所以这个话呢 当然从 俄罗斯角度来讲 当然是完全符合 他的概念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你要知道川普的看法 所以川普抨击的 是今天西方社会极左势力 这个代表 这个东西 就是社会主义的 那如果是社会主义的 那美国 那作为中共国 在某种程度上 有它的共通性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一再跟大家说的 我在节目中 其实也是跟大家这么讲的 那对台湾的问题 也是台湾自身 也是面临等同的问题 川普星期四 社交媒体的 那一段视频 抨击了全球主义 和美国新保守主义建制派 那声称 美国和代表我们的一些 可怕的 憎恨的美国人 在 对当今西方文明 最大的威胁 那建制派也好 这是指 是指这个 麦克奈尔邓这些人 对吧 那另外呢 现在他 作为川普 作为竞选的角度来讲 他认为 德桑蒂斯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在党内竞选的概念中 讲述了 也就把全球主义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索罗斯这些人 拜登他们 这个民主党这一切 就是全球主义 WHO WTO 这个什么人权组织 什么这拿呢 他 他 他就是这么讲吧 他就强调集体的 扼杀个体的 而个体的是完美 集体主义 强调集体主义的很多 都是扼杀个体 就是邪恶的 强调为人民服务 在这个新华门门口放了 对不对 到现在还放了 但里头他们是最邪恶的 为人民服务是最邪恶的 都这个 救死扶伤 是滥杀无辜的 所以这就是本末道志 本末道志最拿手的就是精英了 就是在当今教育方式当中出来 当今的教育是摧毁道德 当今的教育的宗旨就是不择手段让你致富 不择手段让你得到你懵懵以求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他就讲究全球主义 那同时抨击了新保守主义建制派 这是攻击的 在他竞选中需要攻击的德桑迪斯 川普 全球主义妄图挥霍美国的一切 他所有的力量财富鲜血 来在国外追逐怪物跟幽灵 什么是幽灵 共产主义 追求他的理想化 所谓的理想化 对吧 就是共产主义幽灵 这个东西在欧洲出现 同时让我们分散他们 对他们在国内所造成的这种破坏力的注意 对 那倡导绿色能源 这都是全球主义 真的都是全球主义 那这些势力对美国的伤害 比俄罗斯和中国想象的还要大 这是川普的原话 那当然他从 他其实是在美国闹革命 那这里他川普是这么比较 那原因其实是因为 这是在美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 那当然他的破坏力就大了 是这么对比 那俄罗斯这么讲的话 他是为了站在俄罗斯的利益的角度去说 所以大家能那都 我们跟大家分享新闻就弄清楚是这么回事 不能用这个去掩盖那个 拜登向乌克兰投入金钱跟武器 使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于核灾难 这是他 这是这段视频一开始讲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危险过 每天战争的代价都在付出 全球冒着全球战争的风险 完全停止敌对行动 才是国家的核心行为 是 没有任何人 在这个过程中强调正义的 强调这个 强调那个 挺 是这个 这是川普就明确讲了 那他的概念就是希望战争的停止 当然这是他 这是他自己这么表态了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战争的真正原因呢 其实是超过人的想法 我以为啊 超过人的想法 这是表面的动力 那因为这个和因为呢 发动战争的 跟促使不希望战争停止 都有他的利益 都是站在现在的利益的原因去讲的 而真正战争的背景呢 这么大规模的战争 这么多人 这么多国家 签署 给签进来 是一种天象 真的是一种天象 在战争中 所有受到打击的 都是为他们曾经过去所作所为 而遭到惩罚 在战争中 所有遭受打击的 都是在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中 遭到惩罚 大家会看到 几乎这种惩罚是转着圈的 就是谁都没跑出去 谁都没跑 其实就是道德论 整体人类道德论丧 那川普明确讲 曾经明确讲过 要改革国务院 五角大楼情报部门 关键部门 解除就是摧毁深层政府 把美国放在首位 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北约的宗旨 和使命 因为在川普的眼睛里认为 乌克兰战争是欧洲的事情 不是我美国的事情 他是这么说的 是你欧洲地缘政治的问题 他长期以来认为 欧洲应该承担更多 欧洲战争是欧洲的事 不是我美国的事 他保证说 全球 整个全球 全球主义新保守主义机构 将我们拖入了无休止的战争 表面上说 是为了自由跟民主 实际要把我们变成第三世界国家 要成为一个独裁的政权 成为一个独裁政权 这个故事 就这样故事的演变的过程是这样 马克龙在法国 今天在法国 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了 法国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暴动 马克龙跳过国会 行使了宪法中的一个权利 然后推迟了人们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具体我没有看 比如说从60岁 给推到65岁 70岁 马克龙不经过任何商议 他拍板的 马克龙是不是民主的 马克龙是不是民主的 所以民主的是独裁 没有不追求独裁 因为他们在展现自己精英 所以真正 那说习近平 他是共产党的邪恶 那是魔鬼的邪恶 你在强调民主的意思 很多程度上 在共产党的背景之下 就是分赃不均 那美国就是民主的楷模 当初民主的楷模 是五月花号 带着112人 42个家庭 是清教徒 他是清教徒建立了这个国家 清教徒们在上岸之前 他们的约定 就是今天的美国宪法的基础 清教徒 清教徒的约定 不就跟摩西十戒是一样的吗 你今天是什么样的 不是嘞 对不对 反嘞 完全反嘞 是这个才 但他用法律就这么整 对不对 但凡事都有两面 这是正常的 大家可别觉得不正常 这是正常 凡事都有两面 都有两面 古一中看了一个人 那个人说 说了一句什么话 忘了 那个禅师大概就 这个男人问这个禅师 说他怎么爱自己的老婆 他说他很爱自己的老婆 然后呢 那个 但是他老婆的一些缺点呢 他就不那个 不能接受 大概是这么意思 我忘了那个禅师怎么说的了 结果后来 有一个 这个人就拿了一张纸 就这个人其实是来南卫禅师的 这人拿了一张纸 就往禅师面前一放 就跟禅师说 他说其实这是一张纸 但是你要知道 纸的正面 如果没有纸的背面的话 上哪去找纸的正面 如果没有纸的背面的话 上哪去找纸的正面 其实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给你守心了 那没有守背 又何为守心呢 所以朋友们看我节目也是 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那 你应该那 有时候不爱听这些 你回家自个儿录一段 你自个儿听 让尊重个体的人的说法 你妄图改变别人 你本身就是恶的 有人说不对 他说坚听择命 坚听择命 那是在一个层面上 你一定要懂这道理 坚听择命 那是在一个层面上 孔老夫子讲了 仁义理智信 但他永远不是离儿 永远不是老子 为什么 没资格 没资格 那生命就定位在哪 你不能拿孔老夫子 仁义理智信 去评价老子的道德经 你就是对神佛道的亵渎 有人说不对 他说我就看就是 仁义理智信 就是对的 那道德经太虚无 因为你生命就这么低 你读不懂那个道德经 其实是这个 就这故事了 我们就这么聊天了 然后川普没有说 川普并没有说出来 谁是真正的 全球主义者 或者新保守主义者代表 但他知道是谁 那下面他就谈到 德桑迪斯了 觉得这就无所谓了 所以这是川普的一种定性 对现在的美国的定位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观看 明天不见 也许不谓了 在目的中心里 不是